这是首届史无前例的吃辣椒比赛 参赛选手来自世界各地的辣椒王 比赛最终获胜者将获得1000美元 这个奖金听的是不多 但是冠军得到的不仅仅是奖金 更多的是荣誉和对自身的肯定 主办方来自美国的一位辣椒农 茂严·艾德·克里 他培育出全世界最辣的辣椒 卡罗莱纳死神辣椒 卡罗莱纳究竟有多辣呢? 普通的墨西哥辣椒达到3000石膏威尔辣度单位 而死神则是他的5000倍 破纪录的160万01000石膏威尔辣度单位 死神辣椒已经推出 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挑战 平时一个个辣不怕的人眼里鼻涕一大把 先来介绍一下比赛选手 第一位来自美国的约翰·尼斯科威尔 他吃辣椒成瘾 口含10个死神辣椒跳过伞 他参加过很多比赛 至今只输过一场 第二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常驻冠军 变性人布莱安娜·斯金娜 人称辣椒女王 在澳洲已经没人敢与他辣椒比赛了 第三位是来自英国的一位 普通的话销老师 席德巴伯 千万别小瞧人家 他在英国根本没有对手 除了这些已经在各国成名的种族选手外 这个比赛的黑马贝拉可能会直接逆袭 贝拉和丈夫在经营一个吃辣的YouTuber频道 这个普通的女孩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比赛 虽然新手一开始就直接对抗吃辣巨头 很冒险 但他还是很自信 很期待他的成绩啊 先介绍一下比赛规则 每位选手会得到一个辣椒 除了辣椒饼之外 成功吃下的就会晋级到下一轮 中途选手可以随时退出 不能喝任何的东西 一口牛奶也算出局 忍受不住 喷了出来也算出局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轮是苏格兰辣椒与死神辣椒一花树粉过 每个辣椒都变成超强版的自己了 普通的苏格兰辣椒是八万史高威尔辣度单位 死神版本的则是三十万以上 三 二 一 开吃 小胡子尤翰轻轻松松吃下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辣 所有人都成功的吃下了 那么第二轮来了 死神尼路 辣度六十万 正如预测的那样 有人已经忍受不了被迫出局了 其他选手看着也不好受 第三轮 辣度一百万 刺激的辣度辣到怀疑人生 两位选手被淘汰 眼睛充满了泪水 身体冒汗 像是有刀子扎在红楼上 这超出了常人对痛苦的理解 在第五轮辣度一百六十万的时候 来自澳大利亚的种子选手布莱安娜喝了牛奶 辣椒女王的提前退出 令人大跌眼镜啊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呢 第六轮登场的辣椒 是鼎鼎有名的卡罗莱娜死神辣椒 比赛才一半 就直接上了最辣辣椒 这也太刺激了 台上的选手虽然个个都不好受 但也都吃了下去 比第六场的死神辣椒 更加辣的辣椒 是还没有经过测试的 第七轮以后 选手们将进入未知的辣度领域了 一口下去 辣的鼻涕泡都流了出来 选手一个一个的被淘汰了 很快台上还剩下四个人 到了第十二轮 小胡子的约翰再也承受不了了 他已经出现了幻觉 这是他参加过最难的比赛了 能拿到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台上还剩下英国的希德 YouTube贝拉 还有一位不知名的人士 难道是黑马中的黑马 这位名叫达茨丁·约翰逊的家户 究竟是什么来头 一戴50颗装的莫鲁加毒蟹胶 他当爆米花一样吃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痛感 是一个真正的吃辣猛兽 这时来到了第十三轮 主办方也拿出了最终的秘密武器 卡罗莱纳巨人死神辣椒 辣度快跑就是了 达茨丁吃起来面不改色 真是强悍 而贝拉辣得差点忍不住碰到出来 最终他还是强忍住身体的极度不适 三人都成功撤下了 这下轮到主办方 茂严艾德傻眼了 他没想到这些选手这么拼 辣椒已经达到了最大的级别了 现在只好比速度了 每个辣椒只有15秒的时间 这对希德来说并不友好 因为他的牙口不好 很快15秒过去了 其他两位都成功吃下 只有希德还没有吃完 很遗憾希德只好止步于三强了 台上还有两位 黑马 与更黑的一匹马 比赛到现在 贝拉已经竭尽全力地去证明了自己 他之前酗酒成瘾 是辣椒让他把酒瘾戒掉了 也有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可以说辣椒就是他的信念了 比赛再次开始 第一个全部吃下辣椒的人将获得最终的比赛 贝拉痛苦地吃下了一颗 几度的辣度刺激着他 面目表情都不受控制了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去 反观达斯丁很快全部吃下了 最终获得了冠军 并得到了1000美元 贝拉也紧随其后吃完了全部辣椒 这也太有拼劲了嘛 虽败有容啊 就连主办方都忍不住承诺 也给贝拉1000美元 他们是一群喜爱辣椒的人 对辣椒有着纯粹的喜爱 这样的比赛不是自我虐待 更多的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 但不建议屏幕前的你也这样做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白有梦 我是小白 咱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